随后也是新科的县议员韩林美进行第一次的总质询 首先开场就是针对日出大道和清发中心 要求县政府来说明 针对民众申请见诫时希望提供便民的措施 随后也是新科县议员的韩林美 首先开场就针对日出大道和清发中心 要求县府说明 随后针对民生问题 期盼能给花莲民众有更便民的措施和依询 第一点就是针对我们的地震事务所 他们的车辆人员去订这个戒装戒指的时候 那常常都造成这个戒指没有办法订 戒装没办法订是因为土质太厚 所以要求他们买这个电钻机 那如果民众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借来使用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戒装订下去 才能够完整的把这个戒指标出来 以免避免纠纷 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都市计划 分区使用证明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呢 我们发现呢花莲施工所 在日前呢有开错这个分区使用证明 那把分区使用证明 就是一个是开道路用的一个开住宅区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3月6号的时候 花莲施工所把原来的分区使用证明归费20块 调账为50块 那这个调的金额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其实它的调幅是非常大的 它是调幅了150%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花莲县政府能够成立这个核发分区使用的这个便民中心 让每一个人呢他没有申请的时候他可以来花莲县政府申请 同时呢他也可以到乡镇来申请 但是在花莲县政府申请的话 那他的费用呢我们也希望他的定地标准是20元能够造成这个所有民众的这个方便性 针对未来国土计划法实施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分区使用证明 他的都市计划跟非都市计划的他没有办法呈现在里面也会造成民众的困扰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我们再转转换成新法的时候 因为目前是区域计划法 转换成新的都市计划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呢都很明显的呈现在我们的落成本落步 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了 要不然我们上去查询之后 我们还是另外还要还是要再申请的 所以会造成民众的非常的困难